哈囉各位打電腦戰士們大家好啦 我是錦棠 上一次錄持了一期 恆水中學的時間表體驗之後呢 得到了各位戰士們很熱烈的反響 那就在前幾天呢 來自中國的戰隊EDG呢 成功拿下了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的冠軍啦 所以那這一期呢 我打算來挑戰一個 我個人還是挺感興趣的一個時間表 就是職業電競選手的時間表 你們別看我好像每天很努力的 為未來打拼 但其實呢 我是很喜歡競技型遊戲的 你們看看我的左邊就知道了 之前DOTA的TI9的時候呢 我還刻意的坐高鐵去到上海看比賽 看完了之後呢 再坐高鐵回去北京 第二天照樣回去上課 那如果說我當初沒有逆襲考了全國前十 然後來到了清華留學的話呢 我可能會成為一名職業電競選手 啊開玩笑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他實在太賺錢了 那你們可以看看一下 這個是世界最賺錢電競選手的排行榜 那他的單位為美金 相信前五位呢 有玩多大的選手都肯定不陌生啊 就是兩屆back to back defending champion OG的Net5位大神 其中隊長 NOTA呢就賺了700萬美金了 就是接近5千萬人民幣了 這當中呢還不包括他的代言費廣告費的 但是呢電競選手的生活 到底是不是想像中那麼輕鬆呢 各位戰士們 覺得輕鬆的話可以 扣個2 那我就在網絡上面找到了中國電競選手貓神 他之前在社交媒體上面分享他們職業選手一天的時間表 那為了拍攝這一期視頻呢 我刻意在IG上面po了無聞來尋找四位戰士們 陪我一起來拍攝這一期視頻啦 各位說句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再為了拍攝一期視頻 花費那麼多錢了 少了一間公寓租了三天兩夜 然後還刻意去買了四張很大型的桌子 那還得花錢來買這四位戰士的時間來一起陪我鬧啦 所以為了最真實的體驗電競選手一天呢 我的開場真的很大 各位戰士們請一定要一戰三連 不然我可能這個月的網絡費也給不了 體驗完了之後呢 我也會在視頻的最後來分享一下 我最真實的體驗的感受啦 這個職業呢 到底是不是玩著玩著就能夠親手賺錢了呢 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一起來體驗啦 主要是因為那時間表9點才起床 我們真的是坐不到那麼遲起床 所以起床到起床之後呢 我們就開車去外面 朋友又漏了一些東西 我們就在家回家拿一些東西 我們要順便打包了我們的早餐 沙燈的旁邊 還有一些咖啡 所以現在趕緊吃了早餐就要準備開始了啦 不知道我們體驗了這個十幾個小時的訓練之後 請要不會發生變化呢 我很好奇晚上過後我們的表情是怎麼樣的 哈囉這位是Sharon 其中一位 哈囉 你怎樣感覺對於這個計畫 很興奮 不期待 十二個小時過後你還可以保持現在這樣的經歷嗎 我覺得還可以 還行 OK 我覺得我應該會像僵屍這樣 因為我是年輕人 所以比較有活力一點 看到我要反省一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結果是怎麼樣吧 OK 所以現在9點56 差不多10點啦 我們先從Normal Match開始熱身一下 好那他們在此之前呢 我們五個其實也沒一起玩太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之間的團隊合作啊 我們的默契啊 也不怎麼達標 所以早上的這一三場呢 嗯 怎麼說呢 有點出事不利 有一點點喊不忍睹 各位可以看看一下 可惡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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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場被交做人了 這一場要交回他們做人 這一場要交回他們 交回他們做人了 來來來來 前兩場當作熱身 這一場燒喔 去吃午餐 當作熱身 這場當作熱身 都會這樣啊 能不能不要這樣選啊 我其實就有預感了 你看那個NexToker 他的Taker一出來 我跟Michelle就一定完蛋了 結果40也40也40 所以盡量團隊吧 然後我覺得你Post4 你一定要身上帶一個Spoke 等這麼15分鐘 我們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們都有6了 然後我們可以一直打架的 我們其實Hero很多打架的 所以第15分鐘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一起Spoke 去打架了 OK OK 為什麽 現在只想休息 不懂為什麽 就是輸 一直輸 啊 尤其最後一場 我們感覺我們5個打得很好的 配合得很不錯每個範圍 但最後還是輸 哎呦真的是很煩 我真的輸到無語啊 可能我體會到那種電競選手的感覺 休息一下再繼續打 然後才來到吃午餐的時候 來來來來來來來 開開開開 我趴了 我已經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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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人這裡有人 喔 SHIT AKUBA A了 可以 A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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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ç 好 鐡 TRY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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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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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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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aqa 準備啊 他沒給我 aqa 二次 三次 2 起 太好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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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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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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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你看我Killing Spree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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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還在支持你們 太棒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好喔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3 叫 我勇敢了 不然讓我看那個東西呢 Good job Nice Good job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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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是誰要爬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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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剛剛我們吃到完再回來 你們看現在是 差不多7點了 哇 如果按照這個時間表 真的是還挺趕的這樣 因為我們是出去吃嘛 所以很趕 未到來時間就趕趕好了 就要立刻開始了 接下來要訓練了 哇 現在休息都還沒辦法休息了 今天初四 就算順利 贏三場 輸四場 喜歡晚上的一切順利吧 現在其實很困的 有點不想繼續下去 但是沒辦法 必須要體驗一個完整的職業宣傳 這是被強迫打遊戲 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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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轉到一會 直接推進去 我們可以再多些 還是會不會太多 會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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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咵咵咵 喔FUCK 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是你失敗 你� Break 哈哈哈 這個 真的? 你會highlight嗎? 又你會不會highlight OMG 真的 我應該是回去清理這個triangle 可是我回去這個triangle 我沒有泣泡 所以下次你們可以看一下 你們的carry的位置 那其實呢我前天嘛 前天晚上呢 我實在是太累了 那就一錄製完了之後我就直接去睡 我們全部都已經頂不住了 那時表在凌晨12點多一點就準備要上傳學家上 因為我還得整理很多素材 那這些素材整理到來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用不同的電腦錄製嘛 不是啦我一共弄到2點多才要睡覺 那時候剛好UFC李景亮要開打樓 我就順便直接看他支持他一下 那總之所以我3點多才上傳睡覺 那時候實在太困了 所以我那天晚上就不先總結了 那之後再總結 所以看我現在回到來之後呢 我就立刻叫上我的好朋友福來 來幫我一起剪這期視頻 會剪這期視頻的工作量是很龐大的 一共有7成素材同時在跑 這真的太恐怖了 OK所以我一回到來這個最重要的總結環節啊 我只想說第一點就是 這樣一個時間表實在太辛苦了 包括我問了我那4位朋友呢 包括我自己呢 我問他們如果我要你這樣生活維持一年的時間 你可以頂得順嗎 他們每個人答覆 包括我自己也是 哇這樣一個時間表真的太痛苦 就完全沒有任何娛樂性了 不過當然啦可能也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不可能成為職業選手 那我是個學習可能之後也是成為一名共生士等等的人 所以我自己在身份去體驗這樣子 一整天打遊戲呢說實話 就是到下午4 5點的時候 我就有點受不了 我只想趕緊去學習 那整個過程呢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呢 哪怕說像我們這樣子我們已經盡完全力了 但是我們還是輸呢 但是你們要知道 我們其實只是在打排位賽 或者越加拿打訓練賽這樣而已 對我們而言呢它還是一個娛樂 那我們五個已經打完全力到我們還是輸了 我們最多就是沮喪一會兒或不開心一會兒而已 但是當你是一個職業選手的時候 當你一輸了就意味著你的收入就受影響了 你賺了錢就會少了 這樣的一個心理壓力的和我們娛樂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體驗過一遍呢我才知道說 哇那待命職業選手真的是很不簡單 職業選手呢一天的訓練時間都是10到12個小時的 有的更誇張可以需要16個小時的訓練時間 那他們這樣生活得連續為止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我真的無法想像這樣子到底會有多麼的累 所以這真的絕對不是一個輕鬆的職業 好啦那主觀的來講呢如果說你是自己很有天賦 如果你想對這個電競行業是有興趣的人呢 我是非常強烈推薦你們自己去體驗一下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體驗了一段時間之後呢自己才來再一次問自己 我到底適不適合進入這樣一個行業 但是對這個整個時間表呢如果說五星的話呢我只會打四星而已啦 那主要就是因為呢包括我之前也有和一些馬來西亞多大街的職業選手有交流過 我發現他們那些職業選手的時間表裡面是有運動這個項目的 那時候我和他們聊天吧他們說的原因就是俱樂部為了防止他們暴斃 因為他們長時間那麼時間對著手機也好對著電腦也好 如果你不運動的話呢身體可能會有一點危險 所以說如果說在這個時間表裡面有加入一個可能半小時到一個小時的運動環節呢 我覺得可能就會達到五星了啦 那如果說你只是刷刷嘴炮把這個當作你學習不好的一個退路的話呢 那我只想和你們說你真的是完全低估了電子經濟的這個行業 那如果你真的是下定決心並且你具有天賦的話呢 我會強烈推薦你們可以自己去報名一下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夏令營可以去體驗一下 也可以去接受那些專業的導師看看他們給你們什麼樣的建議 不過在最後呢我只想再強調一遍就是 電子經濟是個非常吃天賦的一個行業了 之前有看我視頻也知道其實我之前有幸采訪到 我們馬來西亞的DOTA職業選手MID1 就是那個秘密戰隊的前中單選手 那我再了解他整個這個職業經歷的過程呢 我深深的感受到什麼叫做天賦戰勝努力 尤其是在電子經濟這個行業 因為我高中也有其實有一些同學他們是退學的 說要去專心的打這個職業比賽 差不多和FUBSON給我個兩三年去打打不出成績 我就死心踏地的去打一份工這樣子 那他們的無一例外都這樣了 所以我之前一直想 電子經濟可能確實是得付出很大努力 經歷過很多的挫折之後呢 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職業選手 到後來呢在那一期MID1採訪視頻裡面 我就發現到不是這樣的 MID1是秘密戰隊這種世界頂級的戰隊的中單選手 而我們去看看他的職業經驗 你會發現其實真的是一方風順的 他到初還沒有成為職業選手的時候 就是喜歡打多大A 但是因為天賦的原因 他的排位一直上很快 最後上到東南亞服排名第一 然後之後就被馬來西亞的職業戰隊招入 然後之後打打打就打進了TI 結果TI打到了全世界 然後之後他就被秘密戰隊挖掘 就進入了秘密戰隊 成為了一名職業選手 那他那時候我在視頻裡面就問 欸我感覺你好像整條道路很一方風順 有沒有經過什麼挫折呢 他給我答覆是沒有 所以說他這個小小經歷了 就能夠深深刻刻的意識到了 電競這個行業呢是真的非常吃天賦了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是要有天賦的話呢 說實話他將會很直接的反映在 你的DOTA的MMR分數啊 或者完整榮耀天風賽分數啊 或者你有多少個國標啊 那如果真的是有天賦的話 要你並且下地決心的話呢 可以嘗試一下啦 但是如果像我們這種平凡人 尤其是像我已經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的電信行業已經算老了 還是放棄這個念頭吧 說實話我一開始以為這一期 將會是一個比較放鬆的一期視頻 畢竟打遊戲嘛跟朋友一起 但是後來當我和那四位朋友說 我們要以職業選手的態度去體驗這一天 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什麼叫輕鬆 之前打得到我們都是很開心 有時候可以順便一邊兌現一邊 彈天擴地的 但是那一天呢 我們完全感受到這些壓力 因為我們輸了 我們要以電競選手 我們一定要贏 如果我們輸了我們就要反省 就要改善我們的配合 真的是很壓力 這一期視頻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到各位呢 如果各位喜歡更多這種 時間表系列的視頻呢 可以彈幕刷一遍讓我知道一下 那我今天就體驗了 橫水中學的時間 今天也體驗了電競職業選手 那我目前的想法啦 就可能之後可能會再去拍一些 比如說 考驗的時間表一天啊 或者 復讀生時間表一天啊 或者各位有什麼意見 想看我體驗 並且為你們打分的話呢 可以彈幕刷一遍讓我知道 也可以在留言區讓我知道一下 如果各位喜歡這期視頻的話 記得 意見閃連給我啦 那這期視頻就來到這裡啦 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下期見 拜拜